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哥 一個比較稍微精密 自我要求的球星練習 加二字 簡單說一下 加二字計算的方法有兩種 首先我們碰的第一顆星是短邊 才符合我們加二字這個公式 這個正中央是0 然後過來一點點是1 2 3 4 5 6 7 8 換句話說1是不可能 因為帶口的問題 那這些顆星不管是加二字或三顆星 還有更複雜的顆星 都是從開輪三顆星沒有帶口的套用在我們的花式球袋上 這邊數字都知道 大家記住一個357比較容易記 35中間就是4 然後12中間就是1.5 但是1.5也很危險 2跟3中間就2.5 那自己要去拿捏一下 然後這邊就是0 1 2 3 4 5 6 7 8 如果說我這個母球從這裡來 那怎樣 2加3就5嗎 到這裡 那另外一個算法很簡單 你碰幾之後 出發點的位置為0 然後從後面算1 2 3 我這個球打中它 我從這個分離角要看 這地方就是0 然後我打中3的話就是1 這裡一顆星出來一點點 所以1 2 3 那我們今天在做球練習來講的話 如果現在做4號球 5號球不在的話 這很簡單 那我們自我要求多一點 那只要碰到5號球對邊 碰到它 還可以繼續打4號 我們就算成功 那這個球要下很柔的低竿 不到3喔 不到3喔 是最好 看可不可以到這裡 5點半的位置 一看就知道路線ok了 沒有問題做到 沒有問題做到 那我們要做6個位置 我這4顆球都要做那個帶 那我給自己8顆球 兩次失誤的機會 那這次要來這裡做5號 那這4號就可以拿掉了 那我這個球不能那麼低竿嘛 我要稍微高竿一點 稍微高竿一點可能中到3點多 中到3點多來講的話 1 2 3 3點多 旋轉值哪裡也是要抓2 我們碰到子球的右邊 基本上它有0.5到1的旋轉值 然後再看你自己下賽的旋轉值 你ak點夠不夠柔 還有小鐘大賽 這些都是在做球走位喔 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這個我桿法稍微高一點點 剛剛是5點半 我這個大概4點 好做到 那就拿這樣 母球子球固定點 那我現在來這裡做6 做6的話 我剛剛是4點 我這個可能要3點 抓3點鐘位置 3點鐘位置 它比較沒有拉桿的效果 比較自然分離腳 自然分離腳 我大概中到4 1 2 3 4 可能要抓4點多 中到4點多不到5 3點鐘 然後力量OK 做到6號球 7號球不好做 7號球的位置 比較刁鑽 3號球 那我這個球來講的話 我這個球來講的話 我球可能要打到2點鐘 不到2點 不到2點 不到2點鐘的話 5的位置 5的位置 從這裡算 1 2 3 4 5 可能不到2點 可能不到2點 1點半 你看 哇 蠻順利的耶 做到 有沒有 好 好 那現在 我做 我現在8號球 當然我剛剛做7號也算做到8號球 但是我現在要中這裡 那中這裡的話 就當然是 基本上可能不要下塞 這顆球來講的話 我可能要怎樣 我要先抓一下 我可能推桿 中6的位置 中6的位置 來 1 2 3 4 5 在短邊的話 是半顆星點為1 剛剛是不是那裡有這樣算 所以我們就 如果 中6的位置的話 推桿 推得順的話 它到這裡 做到 有沒有 好 那我這個8號球放著好了 那這個球怎樣 我剛剛幾乎沒下塞 我現在 當然了 8號球不在 我做球空間很大 那我現在希望 撞到8號球 整顆 或8號球這邊 做到9號球 這個球就要非常的順推 甚至要下一點點的 反賽 大概11點半 這樣也是到 中球到6 不可能碰到7 那6的位置 我們來算一下 1 2 3 4 5 6 到這裡對不對 但我要中這裡的話 我要反賽 怎樣 你數字 要越大的話 就是旋轉子要越小 我甚至是反 有一點點小反 我沒想到6次成功 yes 預留兩個預備 球都沒用 那你看 母球固定點 子球固定點 所以這個加爾字 這個你要多練習 然後把那個緊密度 給他拿捏一個分寸 注意母球打點 下午中大賽 然後你碰到第一顆心 是哪個點 對應過來 好 常練習 保重 平安